这个东西都眼熟吧 摩托车或者是一些电子车的车头锁 与众不同的是它前面多了这么一个盖 多了这么一个孔 操作之前首先需要用钥匙的侧边这个位置 然后放进去 首先旋转把这个钥匙孔打开 然后才可以做下一步操作 乖的时候这样 有的是拨过来 有的是还是用钥匙回味 如果不是它自己家的钥匙 这种形状的 首先进不去 而且这上面是有磁力的 所以说缩了一道安全屏障 这个好理解吧 这两个形状看起来大同小异 但实际上它有些微差别 所以说不同形状的 它是进不去的 然后把它打开 看一下操作工程 首先要是进去 然后拧到on的位置 然后这个时候红黑就会接拖 然后朝左方钓 可以直接钓 这个是控制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 这个是通过机械拉锁 去开底下这个坐垫上的马桶盖 马桶盖 然后还可以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 可以看到 按下去 按下去旋转 这个地方长出来了 这个是锁车把的把锁的 这都好理解 主要好玩的是上面这部分 这个东西如何做到的 这一开始它就分了两部分 上面这个是单独的一部分 这颗螺丝下来之后可以拿出来 OK这个就变成普通的锁了 这个就像一个外挂般的存在 单独的一个部门 然后开锁的时候是这么一个过程 倒是进去旋转 然后注意过来左边这个东西 然后要是孔出现 这个位置会卡住它 复位的时候将它向下按 打回来 然后小心翼小心翼 弹簧满天飞 OK 然后首先拿出来这个复位的东西 然后看到这边这个结构 大概就可以明白它的工作原理了吧 首先这是有一边磁铁 但磁铁会稍微的 里边有弹簧吧 它会稍微的凸出来 然后正常情况下 你看这个东西 里边有四个孔 它会卡在这四个孔里边 卡在四个孔里边 然后这个枪上肯定也是有磁铁 然后这样的话 同级相斥 然后把下边这个磁铁推进去 这样的话形成开锁效果 但是正常情况下 里边应该是有四个磁铁的 这边可以看到 目前只有一个 有点微微的偷空减料 然后这时候问题来了 如果它有四颗磁铁的情况下 配合钥匙能产生多少种组合 上个就是这么一个圆柱形的小磁铁 下边是这么一个微微的小桃花 构造很简单 但是想法非常可以 想法非常可以 非常的妙 对 妙 然后下边这部分 实际上咱们之前也拆过类似的 不过这次拆一下看看 首先看这个拉锁部分 里边是个金属的卡槽 在类似于一个滑轨的东西上面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这里边可以看到 打开打开打开 然后里边有根曲轴 有根曲轴 曲轴 然后曲轴在里边旋转 肯定就会拨动这个铁片 铁片呢就会开 铁片的这个位置 就会和下边这个所车把的这个铁柱 配合 形成这种进出进出进出的效果 柱子 然后曲轴的下半部分 和下边这个开关配合 非常清脆啊 非常清脆 看里边什么情况 这个铜片旋转 然后让两边的触点接通 然后继续看刚才这种旋转时候的清脆 是如何来的 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两边有两个铁柱 然后配合这个白色的东西 看到没有 这有个槽 清脆就是来自于铁柱 和这个槽的配合 其实都是挺简单的东西 主要是这个东西 有点小的基础含量 也是设计的比较好 但是我买的是一个副厂所 非常便宜 非常便宜 如果是正常的 做工要比这好多了 要比这好多了 我再把它装回去 还多出来一个 这这这这这 甲状没干净 甲状没干净 OK 这样就可以七天 对吧 可以七天 七天 就这样吧 我 analysis整个了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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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